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是会有四波浪潮的 其中最早的一波是来自internet的公司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工智慧它需要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收集大量的这个data 大量的数据 然后用这个数据能够产生模型 产生智慧 产生判断 产生推测 那什么领域是能够最适合收集海量的数据的呢 那一定就是这个互联网的各种的APP 或者网站或者应用了 那么在哪些伟大的互联网巨头里面 它会收集到最多的数据呢 因为中国美国是两个最大的市场 所以收集最多数据的在美国 就是微软 Google Facebook Amazon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 就是百度 阿里巴巴和腾讯 这些公司它因为有了先发的优势 这个搜索引擎有了海量的搜索 电子商务呢 有了海量的人的购买的数据 那么社交网络呢 有了各种人的行为 还有这个点赞 那么他们这些数据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的 比如说今天一个在网上的电商 他对每一个人为什么去购买 什么时候购买 想买什么 愿意花多少钱 都知道的远远超过一个线下的这个商店或者超市 所以从这一点他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因为他知道怎么去推送 在正确的时间推送正确的产品去引诱这个顾客 去消费更多或者让他能够更高的利润 同样的呢 在社交网络上 如果一个背后的一个AI的引擎 知道了每一个人他的朋友是谁 他对朋友说了什么 他对他每天想做什么 那么这个网站呢 也可以更精准的去推送各种的广告给他 或者是让他去购买更多的这种收费的服务 那么当然这些事情呢 是可以做好事的 可以做赚钱的事 可以做帮助客户的事 所以这七大巨头呢 他是用了互联网作为一个渠道和手段 收集了海量的数据 对每一个用户的画像和喜好 和未来可能做的事情 做了非常精准的判断 然后从此获利 那么他们也让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让这七家公司站在更高的一个高度 或者是更快的在这个赛事上做了起跑 所以其他的传统公司呢 无论是银行啦或者政府啊 或者保险公司啊 或者是汽车啊 他们要赶上就会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呢这也不代表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人工智慧是有四波浪潮的 他们分别是互联网的AI 商用的AI 然后感知的AI 然后最后是 这个自主性自动化的AI 那么这四波浪潮 都会带来更多的巨头 只是今天大家谈的最多 看的最多的 就是这七个巨头 这个人工智慧 就会带来更多的巨头 就会带来更多的巨头